那今天我們在講這個智慧法身之前 那就是想要討論一下這個自信身 這個自信法身 請大家看到上次的那個講義 看到了嗎 有 自信法身的話在相關專員裡面 就是有一個寄送在說明 能忍自信身 得諸五六法 一切種清淨 彼自信為相 所以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來 這個所謂的自信身的話呢 它是安立在什麼 就是五六 也就是說在這裡講的五六法的話呢 就是智慧法身 就是在智慧法身上面的一種 不是啊 對就是智慧法身上面的一種就是佛身 那這個自信身的話呢 它可以分為 就是可以分為 清淨分之自信身 還有呢 課程 自信清淨分之自信身 課程清淨分之自信身 就是有這樣的兩種 那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啊 自信清淨分之自信身 可以把它解讀成一種空性 就是它是一種空性啊 大家記住啊 它就是一種空性 那課程清淨分之自信身 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佛相续當中的無助念盼 也就是說念盼嘛 對不對啊 念盼 念盼不知道的話 那就是佛相续當中的那個滅地 就是斷出一切過失的 這樣的一種就是四地當中的這個滅地 就是要斷功的 那自信法身 自信清淨 這個自信啊 它指的就是地時存在 就是地時存在 然後清淨的話呢 就是沒有的意思啊 就是五地時存在 就是五地時存在 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成什麼呢 五地時存在 那這樣的一種什麼呢 法身 五地時存在的 這樣的部分的法身呢 就是叫做什麼自信法身 什麼自信清淨分之自信法身 所以它就是一種空性啊 那課程呢 指的就是 反倒戰 還有 所知戰 清淨的話呢 斷出的意思 斷出的意思 就是說 斷出二戰的 這個部分的 什麼呢 五維身 就是 有維和五維當中的五維身 就是自信法身 也就是說 課程清淨分之自信身 那 前者的話呢 我們舉例子的話 佛相续當中的 一切相知上面的空性 那 後者的話呢 比相续當中 一切相知上面 就是斷盡所知 佔得滅地 滅地啊 所以呢 這兩種自信法身的話呢 它都是什麼呢 案例在那個什麼 都是 在那個什麼 一切相知上面 我們上次也已經討論過啊 比如說 佛陀的掩飾上面的空性 是不是 把 自信清淨之自信法身 不是 對不對啊 那為什麼呢 上次我們的回答是什麼 上次的結論是什麼 因為它是無際的 對啊 因為這個掩飾是無際 對不對 因為掩飾是無際啊 所以呢 它上面的空性呢 就是 不是屬於這個什麼 自信清淨之自信法身 雖然它是一種空性啊 佛相续當中的空性 但它不是自信法身 那佛相续當中的自信線前上面的空性 是不是 那個什麼 自信法身 不是 为什么 好像跟掩饰一样 都说它是无忌 它是无忌 对啊 那佛的掩饰 还有灵纳掩饰的自正现前 这两者呢 它虽然呢 没有地实情力 也就是说它也是地实空 那然后呢 这两者呢 都是什么 断出了就是跟佛一样嘛 对不对啊 因为佛呢佛陀它已经断出了 一切的那个 所知战嘛 所以呢它相续当中的 这个什么掩饰啊 还有灵纳掩饰的这个什么 自正非呢 同时呢 就是同样呢 已经断出了烦恼 还有所知战 但是这两者上面的 断出所知战的灭地 应该就是不属于什么呢 就是课程清净分支自性法身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者的话 它就是无忌 对不对啊 那自性清净分支自性法身 说说你们的这个理解 它是什么样的 就是空性 它应该是指那个佛 一切相知上的空性 嗯 一切相知上的空性 那还有同学 还有同学要说吗 想说的话 说出来 赶紧说出来 不属于神经的法身 就是这个法是无知性的嘛 也就是空性嘛 这是所有的法上面 都是存在的嘛 对对啊 我一切相知的佛了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 那无知性的这个 的话不是 佛罗佛一定是达不到的 嗯 对啊 空性呢 就是所有的法的上面 都有空性嘛 对不对 那这个 在这里讲的空性 也就是不是在这里 讲的空性啊 这个我们说的 属于自性身的 这个空性的话 那空性 在什么样的法上面的空性啊 嗯 一切相知 其他同学回答 让他们回答吧 是不是 听不懂还是不敢回答 如果你们 就是 不问问题的话 我也不知道你们 什么地方不懂 对不对啊 什么地方要讲 要补充这样 我根本不知道 那空性和佛 有什么区别啊 空性不一定是佛 佛也不一定是空性 是不是啊 嗯 有几句啊 三句还是四句 还是香味 啊 香味 香味啊 嗯 说香味的是谁啊 黏黏 黏黏 香味 然后呢 然后呢 有没有三句的 有没有四句的 四句 我觉得是四句啊 四句 四句啊 然后有没有三句 有没有同意 有没有同意 同意应该不是啊 好那 首先我们讨论三句的啊 三句行 那年年你说是三句嘛 对不对啊 那如果是三句的话 我说我说我说是香味 哦 你说是香味 对不对 对 空性和佛是香味 对 这就是说没有交集嘛 对不对 对 没有交集的话 那 就是连种自信法身当中的自信 清静分支 自信法身 这不是连者的交集嘛 既是空性 又是佛 可是现在这边的果法身就是指佛嘛 它不是就是一个佛果吗 对 它就是佛果 因为它是法身嘛 对 它是佛 对啊 它是佛啊 佛和佛陀是不一样的 佛不一定是佛陀 佛陀呢 应该要不特切落 对不对啊 一定是不特切落嘛 所以四身呢 它都是佛 那 是不是佛圣者啊 这个呢 是另外的话题啊 好 那香味 应该不是香味啊 因为有交集嘛 对不对 对 那 有没有 认为是三句的啊 佛和空性啊 佛和空性啊 应该没有 那如果是四句的话呢 空性 不一定是佛 对不对 举什么例子啊 有学到相续中的空性 嗯 有学到相续中的空性 也可以啊 然后还有呢 比如说桌子上的空性 啊 桌子上面的空性 对不对 对不对 还有有学到的就是啊 啊 啊 身为啊 独觉啊 菩萨啊 他们的意识上面的这些空性呢 啊 都是空性 然后他们相续当中的就是说自连道 加行道 那然后修道啊 啊 这些上面的空性 都是空性 但他不是佛 因为这些啊 呃 伯特切罗呢 他还没有成佛嘛 对不对 还没有成佛啊 所以他相续当中呢 呃 就是 应该没有佛 没有佛 所以呢 呃 呃 韦石派他们认为啊 他们认为啊 这个自信法师呢 就是 只有一种 这一种是什么 就是 课程清净分支自信法师 没有自信清净分支自信法师 唯实派啊 唯实派啊 唯实派认为是这样的 那现在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再讲 就是中观自虚派嘛 对不对 那中观自虚派以上呢 就是中观自虚派 还有呢 呃 印诚派的话 他们都认为呢 就是有两种的 这样的自信法师嘛 好 好 那佛 呃 不一定是空性 举什么例子啊 比如说佛的抱神 化神 哦对啊 嗯 抱神 化神 还有佛的 客神清净法神 对对对对啊 客神清净分支自信法师 他是佛 但他不是空性 对不对 为什么不是空性呢 因为他都是有有违法 空性是无违法 哦 你说 呃 你说这个 你说这个 客神清净分支自信神是有违法 因为他是智慧法神 他应该是有违法吧 他怎么会变成智慧法神啊 他是自信法神的分类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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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回答,我不是說你們要答對啊,就是你們可以說說自己的想法,對不對啊? 那首先要知道這個兩種自信法聲當中的,就是說課程清淨分支自信法聲, 它是一種滅地,不是一般的,就是斷出一切所之戰的這樣的一種滅地, 就是佛相訊當中的滅地,也可以說念法。 它是有無違法,它不是有違法。 所以呢,自信聲的這個三句裡面,自信呢,指的就是五維,就是五維聲。 自信是什麼意思啊?就是自在,對不對啊?自在是什麼意思呢? 不需要關帶任何的因緣,那建立一個存在的法,就是自信。 所以,四聲當中,什麼三聲當中啊,四聲當中的話呢,就是自信法聲呢,它是五維聲。 然後呢,暴聲,化聲,這三種,智慧法聲。 這四,三種的話呢,它是有違聲。 那暴聲呢,它是一種不特切落,化聲也是一種不特切落。 然後,智慧法聲呢,它是一種不特切落。 然後,智慧法聲呢,它是一切相知。 佛相訊當中的一切相知啊。 它可以把它分為啊,就是二十一句,就是有二十一組,這樣的。 也可以說二十一種嘛,對不對。 好,說一下自己的那個想法。 課程清淨之清淨,什麼自信法聲,為什麼它不是空性啊? 所以我們在思維這些道理的時候啊,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去思維。 就是考慮,對不對啊。 首先的話呢,第一就是正面的,為什麼不是,對不對。 然後第二呢,就是反面的,如果是空性的話,有什麼問題。 好,好像剛才有一個東西要回答。 因為滅地不是空性。 就是我問的是,為什麼不是空性? 這個是正面的這個提問啊。 為什麼不是空性? 為什麼不是空性啊? 關聯絲你說一下。 我不知道。 那再回答一下,如果是空性的話,有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那我們問一個例子啊。 比如說,四地當中的這個滅地,對不對。 滅地,為什麼它不是空性? 如果是空性的話,有什麼問題? 那為什麼不是空性? 那為什麼不是空性? 就是你們說不會回答,對不對啊? 那,反面呢? 如果是空性的話,就是圓祈法。 那,如果是空性的,如果是空性的話,那如果是空性的話,我們是空性的話。 那是空性的,我們是空性的,是空性。 有连种嘛,对不对啊,第一的话呢,就是英国的这个缘起,第二的话呢,关带缘起,就是这连种啊,有连种。 四地当中啊,四地当中呢,有几个是有违法?我先问大家,四地当中苦,极,灭,道,这四地当中啊,有几个是有违法? 三个,对,三个,哪三个?苦地,极地,道地,这三种是有违法,那灭地呢? 灭地是无违法的,灭地是无违法。 所以呢,佛相续当中的,就是刚才讲的,课程清净分支自信神,这个也是,它也是一种什么呢?灭地。 它是在四地当中啊,它是属于灭地。 一切象征呢,属于道地,对不对? 好,那灭地呢,灭地它不是有违法,它是无违法。 那空性和灭地呢,就是它们有共同的一点的话,它们都是无违法,对不对啊? 那为什么它不是空性呢? 如果是空性的话,有什么问题? 好,你说。 灭地是要经过道地所定得的,空性,它是任何法上面都是有的。 对,对啊。 所以这个是反面的这个回答。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这一面呢,就是打不上的话,可以从反面的角度来去找这个答案。 所以呢,灭地它为什么不是空性? 第一,第二的话,如果是空性的话,有什么问题? 就给刚才的那个答案,就是说,如果呢,灭地它是空性的话,对不对? 所谓的这个空性的话,它是自然形成的。 它是自然形成的,以后要这样回答。 它是自然形成的。 任何的一个法上面呢,它都有这个空性。 因为,任何的法呢,它都有两种的体性。 一种的话,就是它的实相。 第二种的话,它的表相,就是有两种的相,对不对啊? 这两种相的话呢,每一个法,它形成的时候,同时就有存在。 没有必要去修,修道,修空性,修不提心啊,这样的去。 这样的去什么呢? 成就啊,成办的,没有,不需要这样的。 那所谓的这个灭地的话呢,它必须要修无我,然后才能什么,透过修行这个,什么呢? 缘无我的这个智慧,然后就是断出啊,巨生的烦恼,或者是部分的巨生的烦恼,或者是什么呢? 遍际的这个烦恼。 那,才会获得,就是所谓的,就是建立的灭地。 所以它必须要经过去修行啊,没有去修行的话,那这个灭地是没有办法,就是正德的,没有办法正德。 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一点之后啊,那然后再进一步的,就是再深入一点的话,那如果的话呢,灭地它是空性的话,有什么问题啊? 那灭地就变成了自然的行情的一种法,那自然的行情的一种法的话,那每一个友情相续当中啊,都可以有灭地,对不对啊? 它是自然行情的嘛。那今天一来的话,一切友情呢,没有经过修行,都可以获得解脱。 那同样的道理啊,就是课程清静,课程清静分支自信身,为什么不是空性呢? 那我们可以这样回答,正面的回答是,因为它不是断功德。 就是说佛相续当中有两种的功德嘛,对不对?断功德和什么呢?正功德有两种啊,它不是断功德。 所谓的断功德的话呢,就是说断出某一种什么,就是某一种障碍的, 角度来成立的,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功德,就叫做断功德嘛。 那反面的回答是刚才讲的那个一样,就是说灭地,也就是说课程清静分支自信身,为什么它不是空性呢? 因为它不是空性,对不对啊?如果是空性的话,有什么故事啊?如果它是空性的话,那它就变成了一个自然的自然形成的一种法。 那今天一来的话,那一切友情啊,它可以什么呢?就是没有需要去什么呢?修行,而可以什么?容易的,就是获得佛陀的真正果位。 好,那连者皆是呢? 这是佛陀身相续中的自信清静的自信法身。 对啊,佛陀相续当中,自信清静分支自信法身,它既是否又是空性,对不对啊? 所以呢,大家要记住啊,空性不一定它仅仅是一种有违法,无违法,对不对啊? 它里面呢,就是包含了,就是有一些空性的话,它可以说是佛,已经成佛的,对不对? 那佛也不一定是不特切罗啊,比如说,就是连种自信身,它是佛,但它不是不特切罗。 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两种自信身的话,这两种自信身的话呢,它都是什么? 一切相知的就是一部分,跟一切相知是同体相属的,就是同一个体系。 因为世界呢,一切相知上面呢,断出,也就是说破出自信成立,或者是第十有。 这个部分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就叫做什么? 就是说破成亲近分支自信神,自信神,自信神。 然后,一切相知上面呢,就是破成亲近分支自信神。 所以,这连者自信神呢,它是,就是离不开这个自信,什么呢? 一切相知啊,也就是说智慧法身,它们都是安立在智慧法身的上面。 也就是说,都是智慧法身的一部分。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今天的讲义啊。 好,今天的讲义看到了吗? 看到了。 讲说智慧法身有三,正文之一,比差别,然后呢,与比断真。 首先呢,正文之一的话,就是颂约,请帮我念一下这个本颂。 顺菩提分法,无量及解脱,有四地等至,时便处自体,最为殊胜处,差别有八种,无真与愿智,神通无碍解。 四,一切清静。 十四在实力,四种无所谓,其三种不护,信三种念著,无妄施法性,勇害诸随年,大悲诸众生,为佛不共法,多有十八种,其一切相知,多明违法身。 说明违法身,这个法身呢,就是智慧法身啊。 所以智慧法身的话呢,它的现象呢,是这样的。 官代如所有性,即尽所有性,就尽见,就是就尽见,就是本质。 如所有性呢,就是尽所有性呢,就是尽所地。 那究竟见的话呢,没有比它还要见得清楚的,也就是说,见的一种本质。 那只有佛相续当中的这个智慧,对不对啊。 也就是说,就是观代二帝的究竟见之本质。 现在也可以啊。 那可以分为啊,这个呢,可以分为,就是广分,广泛的可以分为啊。 三十七菩提分,等二十一句五漏制。 广分的话呢,有二十一句。 那然后中分的话呢,就是有五种。 那略分的话呢,就是有两种。 就是通达如所有智慧法身。 还有呢,通达尽所有智慧法身。 通达如所有智慧法身的话,就是通达空性的一切相知。 就是佛相续当中的通达一切相知的,通达空性的一切相知。 那通达尽所有智慧法身,就是佛相续当中的通达世俗地的一切相知。 但是啊,佛相续当中的,就是说,所有的,佛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觉知啊,都是,一定是智慧法身吗?不是啊。 比如说,佛相续当中的这个什么,嗯,根知。 还有意知。 不是啊,意知呢,有一些部分的意知啊。 不一定是那个什么,智慧法身。 智慧法身。 那还有自证分啊。 这两种的话呢,它不是智慧法身。 因为它们都是无忌。 智慧法身呢,必须是善,对不对啊。 必须是一种,就是善嘛。 那佛相续当中啊,除了这个根知,还有呢,就是自证分以外啊。 就是,所有的这个觉知,一定是智慧法身吗? 大家认为啊,就是佛陀相续当中的这个根知啊,还有自证分,就是除了这两者之外的。 所有的,所有的他相续当中的觉知,都是自信法身吗? 不是啊,智慧法身。 有没有找得到啊? 就是除了这两者之外,还有没有佛陀相续当中,就是不是智慧法身的这样的觉知,有没有? 应该没有啊。 应该没有啊。 嗯,除了这两者之外,所有的信心都是智慧法身,对不对? 对。 这不知道佛陀相续中有没有属于无忌的这个意志。 如果有属于无忌的意志的话,那就有啊。 有无忌的意志啊,当然有。 你想一下啊,现前有几个分类啊? 跟现前,易现前,瑜伽现前,自证现前,自证现前。 对。 所以呢,其实啊,这个后三者的话,后连者,自证现前和瑜伽现前,它都是属于易现前,对不对? 对。 易现前呢,它周遍什么呢? 是一致嘛,是一致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刚才的那个例子啊,自证现前,它本来是一种,就是易现前。 所以呢,呃,自证现前,它一定是易现前。 瑜伽现前呢,也一定要是易现前啊。 所以应该就是除了这个根知和自证分,自证现前以外的, 活动相续当中,没有一个觉知,是不是一切相知,或者是智慧法身。 所有的心心所,都是一切,呃,自,什么呢? 自,呃,智慧法身,对不对? 除了这连者以外啊。 呃,格西拉,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刚才我得出来的不是的话呢? 我的思路是这样子的,看看有些什么问题呢? 什么不是的话? 就是说,除了根知和自证分, 呃,以外? 以外,都是智慧法身嘛。 那我刚才的思路呢,它是这样的。 就从略分的角度来看, 它是通达如所有性之智智慧法身, 和通达尽所有智慧法身,这二者嘛。 对。 那这二者呢,这就包括他,相续当中的。 所有的智慧法身。 所有的智慧法身。 但是呢,他这里又说了一句,就是,呃, 除了根知和自证分以外,的智慧法身。 就都不是,就除了佛圣者相续当中的根知和自证分, 都不是智慧法身之外。 那所以呢,我就刚才,呃, 从这个思路来看,就是,就除了这两个之外呢,都是智慧法身。 我是这样的一个的,呃,的思路的方式。 这个思路方式有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呃,这个没有问题啊。 呃,就是,除了这两者以外,都是智慧法身。 所有的佛相续当中,我们再说佛相续当中啊。 佛相续当中的根知和自证知,除了这两者以外的, 所有的心、心所,都是智慧法身。 那这两者为什么不是智慧法身呢? 这里就是他得出来的答案呢,因为是无际的缘故, 但是为什么无际,它就不是智慧法身, 这一个呢,我就不理解。 对,从反面上来。 这个就不理解了。 对,对啊。 所以你在今天的一个问题上, 你可以从反面的这个角度来去思考。 嗯。 对不对? 对。 好,那如果自证,根知和自证, 如果是智慧法身的话,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啊? 所以这样去考虑的话,你就是会有答案的。 他这里就说出来因为是无际的缘故, 但是呢,为什么无际就不是智慧法身呢? 这一个的理由还是想不通。 嗯。 就当然他这里讲的佛相序当中的根知和自证分, 都是无际。 对对对对啊。 但是无际为什么不是智慧法身? 因为,因为智慧法身,它一定是四地当中的道地。 道地呢,它是周遍善恶无际当中的善法。 哦,明白了吗? 哦,从这里来突破啊。 对对对,它就是一种白法,对不对? 哦,哦。 那可不可以也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从前面的那一句,智慧法身,它的性像, 就是光带如所有性和尽所有性嘛。 嗯。 那它的根知和自证分呢? 它就不周遍于如所有性和尽所有性。 它们是,比如说佛陀的眼知,对不对? 嗯。 佛陀的眼知呢,它也是通达尽所有, 还有呢,如所有,都是同时通达的。 哦。 还有它的自证分啊,也是通达一切法。 嗯。 但它为什么不是,为什么它不是通达如所有的那个什么智慧法身, 还有尽所有的智慧法身呢? 它的原因就是在于啊,这个根知它本来就是一种无忌, 不是一种善法。 所以说通达空性的觉知也不一定是善法。 对不对? 哦。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通达空性的就是信心所, 不一定是善法。 哦,那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可以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它是四句的关系的那一个例子呢? 嗯。 四句的关系的什么例子啊? 第一句还是第二句? 前面讲的就是佛相续的根知,它是通达空性的。 通达空性,刚才我们不是有一个,您刚才提的一个问题, 是有说相维的,有说三句的,有说四句的吗? 哦。 四句里面呢,就是通达如所有性,就是通达可以理解为通达空性嘛,对吧? 嗯,对。 那它的根知,它是无迹的,就是佛相续当中的根知呢? 它也不,虽然说它是通达如所有性,但是它也不是智慧法身。 对,对,对,它不是智慧法身。佛相续当中有通达如所有性的,就是眼知,眼视,对不对? 也有尽所有性的眼知,但这些呢?它只不过是通达这个二地而已啊。 它不是智慧法身,根本不是什么通达尽所有法的什么智慧法身。 也不是通达如所有性的那个什么智慧法身,都不是。 因为它本质来讲的话,它是一种什么呢?五计的法,对不对? 哦,这五计的法,它也不是白法吗? 哦,对对,它不是白法。 哦,这个思路,这个是很有说法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智慧法身呢,我们再去结合这个四地的话,它是属于四地当中的道地,对不对? 对。 那道地呢? 那道地呢? 你们说,道地是,它是上还是无计啊? 上啊? 对啊,当然是上,对不对啊? 所以道地它是属于上法。 那智政分,这里它是怎么,这个思路是怎么样呢? 它是无计的状态,它是怎么理解呢?智政分。 嗯,根治那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就刚才你说。 智政分吗? 智政分吗? 对,智政分是无计。 智政分也不是善。 智政分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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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新法,它是自定現前,它既不是新所也不是新亡,都不是 它是一個單純的新法而已 那也可以從這個地方去討論為什麼它不是新亡也不是新所 對不對?那如果想不出來的話,從反面的角度來去思考 如果是新亡的話,有什麼問題,對不對? 所以呢,就是身為獨覺,然後大聖的菩薩相续當中的就是新和新所 那這些的話呢,不一定是道地,不一定是道,對不對? 比如說,自臉道為得菩薩相续當中的心,就是屬於 嗯,怎麼講?就是他相续當中的心和新所,也不一定是自臉道 那這個可以理解,對不對? 對不對?因為他相续當中呢,有這個實質嘛,也有煩惱,對不對? 都要啊,對 那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想的話,如果是自臉道為菩薩相续當中的善心 就是善的心,就是善的心,心所 一定是自臉道嗎? 那同樣呢,就是加行道,修道,見道,這些菩薩相续當中的 所有的就是善心,善心呢,善心呢,就是,是否他們都是,就是他相续當中的一種道? 是啊 是啊 為什麼?為什麼菩薩認為呢? 因為我找不到不是善的例子,一下子 找不到 不是善的例子 嗯,不能說明啊 不能說明他是周遍,對不對? 找不到,你說你自己找不到嗎? 對,我自己找不到 是啊 不知道他實際上是,啊,周不周遍,對不對啊? 好,你說 我說 我覺得比如說,自然道的菩薩,他心相续略有見善心所 他不見得就是,所以,嗯,嗯,道地裡面的這個道吧 比如說他有一種善心,就是,他是有,在,在靈天果報裡面可以活得這個,安樂的,它就是一種善嘛 嗯,嗯,像他會活得那個靈天果報嘛,可以自從善,但是不是,道地裡面的這個,這個,這個,這裡面的道嗎? 嗯,對啊 嗯,自從善心分的話,他是無際,對不對啊? 所以沒有辦法成為啊,就是道地,因為他們不是道地的話,那已經排除了他們是一切相知嘛,對不對? 不是上法?不是上法,不是白法。那現在在講的是什麼呢?我呢,我的意思就是說,就是道,我說的是道啊 佳行道,还有见道,修道,就是这些到位的菩萨相续当中, 比如说我们刚才举例子的是,资连到位的菩萨相续当中的善心心所, 所有的善的心心所,周不周遍它是资连道。 我觉得不周遍,举例子啊。 比如说他有的时候,菩萨,资连到位的菩萨,他本身还没有断食之马, 断食之马,他有些善心的话,是不能趋向人量, 普特切罗区相续解脱。所以他这个时候,比如说某个人, 有的时候他会想去做一点,好像有利于下一次可以得到好多果报的这样的一个, 发一个这样的善心。但是这样的善心的话, 他不是五道里面资连到的这个善嘛。 你指的就是说,资连到位菩萨相续当中的, 希求真善生的那个心,对不对? 嗯。 就是来生希求真善生的那个心。 你认为是,希求心认为是,不是道,不是资连道,对不对? 对。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五道里面的道,一般是要去向于究竟的解脱吗? 或者一些善自吗? 他的心也是去向究竟的解脱啊。 因为,就是一般人的希求真善生的这个希求心和菩萨, 他们呀,就是希求真善生的这个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们一般人呢,希求真善生就是只是为了单纯的来生或者人和天的这样的国位嘛,对不对? 但是菩萨不仅仅仅是这样。 他是在发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就是希求真善生的。 也就是说,为了成福他才希求这个真善生。 所以,这样的希求心呢,就叫做供下世道。 佛陀的什么,这个菩萨相续当中也可以有的。 那就是说,那个质量道的菩萨的话,他任何时候都被菩提心所摄持了? 嗯,有时候应该没有啊。 菩提心比较虚弱、弱弱。 那然后呢,有时候完全没有菩提心的建立一个状况的时候。 就是一般的这样的善法,对不对啊。 那是有些。 嗯? 就是在菩提心事实下的这个善心所还是存在吗? 存在的,存在的。 那这个时候他就不属于这个智良道的这个。 对啊。 所以说,自连道呢,他必须要被,就是有菩提心摄持。 不管是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对不对? 好,那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 就是身为独觉,那然后菩萨,这些他们自连道,这些相,这些的,就是自连道位的这些啊,他们的相续当中的,就是善的心心所。 是不是一定是一定是,就是,就是道。 嗯? 对不起啊。 就是,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他不是道的例子,能找到吗?好像找不到,我自己找不到。 就是,就是自良道位的,善称的行者,他心相续当中的善。 就是善心,或者是善心所,对不对? 对,但他不是道,您刚才说,不一定是道,或者不是,不一定是道嘛。 但是,如果不是道的话,的例子是啥? 就是要,要找到例子嘛,对不对?我也找不到。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呢,可不可以说他在周边是啥呢? 可以讲。 暂时,暂时这样可以吧,对不对? 哦。 那以后,如果你找到的话,那就,哈哈,不能见情绪了。 对对对对,反正每天都是推翻自己的想法的。 嗯,对。 好,那就这样,那然后我们首先呢,把这个二十一句,就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二十一句五漏,二十一句五漏,智的话。 所以这个智啊,智和道是一样的。智和道是同意的。 五漏智的这个智,它不是说是智慧啊。 因为道呢,不一定是智慧嘛。智慧也不一定是道,对不对? 所以呢,什么菩萨智啊,根本智啊,五漏智啊,一切相智啊。 它那个后面加,后面加上的那个智啊,就是道。 道理,它指的就是道,跟道是同意的啊。 不是指的是智慧。 二十一句五漏智,也就是智慧法声音二十一类功德,就是二十一类嘛。 智慧法声音呢,可以分为二十一类。 然后首先呢,三十七菩提分音。 这个呢,我们在《现观庄圆录》啊,就是第四品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那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四五炼心。 四五炼心的话,也应该讲过了。 那然后,八解脱,就是八解脱美。 八解脱美呢,也就是在第四,第四品的时候已经有讲过了。 八解脱美啊,指的就是说,指的呢,有三种的有色解脱美。 还有呢,五种就是五色解脱美。 那然后,总共的话就是八种解脱,八种解脱美啊。 那,三种五四,三种什么呢? 就是色解脱美的话呢,指的就是有色观色,五色观色之解脱美。 五色观色之解脱美。 然后呢,就是净解脱美,就是有三种啊。 然后五色解脱美的话呢,指的就是五色解脱美呢, 不是有四个,有四个根本定嘛,对不对? 四五色,四五色呢,就是各自有个根本定啊。 那个根本定的话呢,就是四种的五色解脱,五色解脱。 然后再加上就是灭尽解脱,就是八种。 那这八种解脱美呢,为什么叫做解脱呢? 因为他们呢,都是啊,就是已经解脱了各自的,就是所断的这个烦恼。 就是有各自各自各自,有各自所断的烦恼嘛,对不对? 建立一个烦恼当中解脱出来的缘故呢,就叫做什么? 解脱,就是解脱美。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不管是有色观色,或者是五色观色什么的。 都必须要什么呢? 要获得什么? 就是直观双运的三摩地。 这个是最基本的,就是前提的这个什么条件。 所以获得这个之后,在建立一个基础上呢, 再就是进一步的去承办这个解脱。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有色观色的解脱美。 有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行者啊,修行者呢? 也就是说,已经获得了这个直观双运的这个三摩地的修行者,对不对啊? 那他呢,就是为了把这个什么外在的,就是地水活风啊,等等这些呢,想要变化。 就是变成其他的东西,或者是这样的。 那然后呢,他就是将把自己呢,认为是无色的。 无色的这样的一个运体。 无色的,就是有色啊,有色,有色观色嘛。 认为是一种有色的东西。 然后以自己的这个直观双运的三摩地啊。 就是圆景,地水活风,或者是色香。 啊,不是啊。 嗯,或者是什么呢? 啊,就是白环,还有什么? 就是颜色,对不对啊? 那然后呢,就什么呢? 就见变化,对他们就是做那个变化。 这里讲到好像呢,都是在说, 就是清环赤四,这些吧,对不对啊。 那然后,九次地定。 九次地定呢,刚才八截脱美的上面啊。 那加上,加上就是等置地定吧。 那然后,始变处,那始胜处。 始变处和始胜处啊。 就是第五句啊,始变处。 始变处的话呢,就是修行者呢, 他是依止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根本禁律。 然后呢,就是,就是。 言语什么呢? 地,水,活,风,还有四种颜色。 还有再加上什么呢? 空,空就是空间啊。 空间啊,还有是。 这样的十种的这个对境。 然后呢,就是。 将他们啊,就是。 便于一切世间。 一切世间。 一切世间。 就是。 比如说,黄色的话,用自己的这个直观双运的三摩地啊, 将这个欲界,还有呢,色界,都让它变成黄色的。 都让它变成白色的。 都让它变成青色的。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三摩地啊。 那,这个里面呢,它的对境啊。 也就是说,它所要,它就是能够变几的这个什么呢? 东西的话呢,对境呢,就是只有四大。 还有呢,就是四种的这个颜色。 那,然后再加上空视。 那,除此以外呢,没有其他的东西。 它可以把它什么呢? 就是,就是这样的变几啊。 没有办法的。 比如说,我们的五根,对不对啊。 什么,言而比舍。 这些呢,它是没有办法。 就是,外长,对不对啊。 就是,对外的展开。 它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它是内色。 对不对。 然后呢,外色当中啊。 外色当中的话呢,就是声音。 声音。 声音是没有办法。 它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它没有叙流。 就是,它没有叙流。 它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 那,还有呢。 那,还有呢。 呃,香、味。 就是五金当中的香和味。 这连者呢,也不是它的所缘。 因为这连者的话,就是,虽然是在,呃,这个欲界当中呢。 可以,这欲界当中是有的。 但是呢,就是,色界是没有声音和味的。 没有香和味。 所以,色、声音、香、味、畜。 还有,这个,呃,六法当中啊。 声音,呃,就是香和味道的话呢。 就是,呃,那个什么,欲界当中才有啊。 那,色界里面呢,就是没有这个香还有味。 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说明啊。 色界的这个天人啊。 就不会有什么呢? 这个,舍士和鄙视。 鄙视和舍视它是没有的。 因为没有味道,也没有香的嘛。 对不对啊。 但是呢,它没有颜耳鼻舌声。 我们在想把有信息和蜀咨证。 那,那五根当中呢。 那五根当中呢,色界的这个天人的话。 它没有,什么,有五根。 但是没有五根。 五世当中只有三世 也就是说 这个鄙视和舍视 是没有的 就是色界的天人 好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 好 光满打